老公叫兄弟到家里来勾引自己的妻子 成功后还有奖励 实际上男人为了成功杀掉自己的妻子 且要完美脱身 设计了无数个令人防不胜防的陷阱 今天的故事相当精彩 凶手就差那么一丢丢 就制造了一起完美犯罪 而当你看到最后的真相时 一定会惊掉你的上巴下巴双下巴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3年5月10日 地点江苏常州电子产业公园 有人报案称公园的湖里发现一具服事 警方闪现赶到报案现场 进行了细致勘验 这位女的当时是俯卧档趴在水里 两手张开 上司的这个预装是比较完成的 打捞上案以后 法医证实女尸主年龄在278岁 身高1米54 鞋根4公分 全身无致命伤 无性亲痕迹 口鼻内归枣含量与水域归枣含量相当 证明女尸主符合溺水特征 现今首是一个未丢 排除了财杀的可能 女尸主身上未找到手机和身份证 一时间还无法确认试员 直到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警方将死者照片拿给报警人李良核对 李良看到妻子廖雪梅的照片后当即失声痛苦 李某后悔两天前不应该被妻子买电瓶车 不然也不会连人带车一起追户 死者廖某的弟弟冯晓东 平时和姐姐姐夫住一起 冯晓东说廖某是在5月9日晚8点57分外出的 廖某的丈夫李某说 当晚妻子还给他发微信 说是在外面练车 稍晚一点就回家 后来到了凌晨3点 李某还是未能等到妻子回家 于是李某就开着面包车外出寻找妻子 找了一大圈后 无功而返 没想到 第二天报案才听警方说 妻子廖某已经坠狐逆亡 对于廖某的死 李某向警方主动做了分析 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车子 新买的电动车 这个性能非常的好 他自己曾经也开过 这个车子在空转的时候 时速能达到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速 速度比较快 比较难以操控 就是他所认为的 当时他老婆出事 一个是由于他两个人在发 微信第二个 车速过快 并且强调了一点 他妻子不会游泳 李某说了一大堆自己的推测 简单总结下来就是 廖某因不会开车而冲入湖中 又因不会游泳而溺亡 警方听了李某的高见以后 去湖里一打捞 还真就捞上了一部崭新的电停车 现场地面的呱呱痧痕迹 似乎也证实了 电停车因失控冲入湖中 事实真是如此吗 警方当即测量了湖水深度 发现水深仅一米四五 按道理 一个身高加上鞋根一米六的成年人 除非脑子进水了 否则大概率是不会被 这样深度的水给淹死的 对于这种六桥加一桥 很七桥的案子 警方斥聚资 买来了一毛一样的电瓶车 做起了实验 经过三种落水方式实验 以验证如何才能造成 现场所发现的擦痕 另外结合法医事件报告 警方认为 廖雪梅确实是在电瓶车带电的情况下 冲入湖中溺水而亡 然而警方给出的这个结论 却未能让廖雪梅的娘家人信服 廖家人甚至拒绝在死亡通知单上签字 他们认为廖雪梅绝对不会自寻死路 而此时一直没怎么吭声的廖雪梅丈夫李某 也哭着大喊 要求警方给妻子的死一个说法 回过头来一想 既然是练车 证明廖某还是新手 这新手练车不在自家门口练 一个女人家家的 非得深更半夜一个人骑着车 跑到30公里外的公园里去练 而且公园里黑漆满屋的 很多角落更是不允许电瓶车通行 她怎么就非得跑公园去 这其中的原因 丈夫李某根本说不上来 除非廖某去见了什么重要的人 于是警方调取了廖某的手机通话记录 伟号716的号码 恰好是在廖某住小区时段有过通话 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约她出去的电话 然而经调查 伟号716号码的主人正是廖雪梅自己 廖某肯定不会自己打给自己 那这个电话号码究竟是谁在使用 警方问了李某 这号码是谁用的 李良说这个号码也是我的 他说这个号码也是他用的 然而廖某的弟弟冯小冬却立刻指出 李某在说谎 当晚他根本没有使用过716的号码 看来李某这小子不老实 于是警方开始暗中调查李廖二人的社会关系 很快一个名叫周九伟的男人浮出了水面 冯小冬说周某是李某的高中同学 周李廖三人关系非常好 周某一直也是住在李廖两口子家里 直到廖某出事前的十来天 他才突然搬走的 警方分析 或许这个周九伟就是716号码的实际使用人 当调取案发现场附近当晚的监控录像以后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周九伟 经过对案发路段监控的一系列排查工作 警方确认周九伟是在案发当晚到过公园 并且他离开公园的时间是在次日清晨 然而当警方正要请周某进局子喝茶的时候 这小子却溜了 不光离开了长州 连电话号码都给换了 他跑他追 他插尺南非 周九伟在一个月后终于落网 面对警方的讯问 周某丢出了一个惊天炸雷 他说他跟李某的老婆廖某有私情 案发当晚正是他约的廖某到公园里 由于廖某的车迹实在太烂 所以连车带廖某周某一起落入湖中 落水之后他由于心虚害怕 他没有对廖某进行施救 而是拍拍屁股溜了 这就六敲加一敲很蹊跷了 凭什么落水后 只有他廖雪梅一脚踩进了鬼门关 你周九伟却还能活蹦乱跳的 再一个 事后你为什么要逃跑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复刊 这次警方发现了死者高跟鞋的鞋底 沾有湖底的淤泥 这就充分的说明 廖雪梅在水底有过站立的动作 只要廖雪梅能站在湖底 湖水就不会淹过他的脖子 也就是说 除非现场有人将廖雪梅的头按压至水里 否则廖雪梅根本不会溺亡 而这个凶手只能是周九伟 面对警方的审问 周九伟又开始了 说出了一个哄小孩的杀人动机 为了奸情不被李良撞破 周九伟索性杀死了廖雪梅 这这这 如果李良真的撞破了奸情 离开就是了吗 干嘛要杀人 周九伟显然是还在隐瞒真相 而廖雪梅的丈夫 一开始就隐瞒周九伟的存在 还说周九伟在用的电话 是他自己在使用 这显然是在故弄玄虚 看来廖某的丈夫李某相当不简单 李某的玄虚还不止如此 就在警方全力侦查案子的时候 李某天天往橘子跑 要求警方快速给出死亡证明 另外他还花2000元 故人敲摸的在水里打捞妻子的手机 还有一个就是 李某与廖某从认识到结婚 仅半年而已 而他此前却向警方透露 他与廖某已经结婚两年多 可能感觉他跟这个廖某这个死亡 会有一些关联 廖某的家人同样也是感觉 这个李某问题巨大 那个保险公司 平安保险公司来了之后 就说他还有一份保险 从来没有向公安局问 说这个死者怎么有意外保险这个情况 保险公司证实 李某的确给妻子廖某 在3月8日购买过两份 加起来保额高达400万元的人深意外险 而且他当时说了 他只相信意外保险 这个意外这个上网险的话 我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在保险行业当中 他们都说这个险是求死钱 一般人不会去买这个钱的 更诡异的是 李某在购买保险后的一个月 悄悄到保险公司将受益人改成了自己 警方通过对李某的电脑 使用痕迹进行调查发现 这小子经常在网上搜索 溺水和仇杀会不会得到保险赔赔 包括保险赔付的具体过程 他都非常关注 这就很明显了 李良这小子主观上就是想骗报 然而目前警方所掌握的证据 只能证明周九伟杀害了廖某 而李某确实没在现场 但是这二人极有可能是同伙 这个是江苏省今年来少有的 比较高智商的一个犯局 李良落网后 周九伟见大事已去 率先交代了事情 我就相当于一个奇迹 而他把力看得太重 帮我当成了一个T4柜 李某看到好兄弟周九伟招了供 也赶紧说出了事情 原来李某是二婚 投婚时他开了个黑网伴 欠下20万债务 后来网吧倒闭了 婚也离了 追债的也来了 2013年6月就是还债期限 一时间他根本筹不到20万 思来想去 他觉得只有骗报 是个迅速发家致富的好路子 想法嘛 有微信的想法 方法就是有一个闪分的 2013年2月24日 李某开始摇摇摇 很快他就摇到了廖雪梅 而廖雪梅当时恰好也是刚离婚 与李某见面以后发现李某还不错 出手阔气 一副蚊子冰冰的小剑样 还挺招人喜欢的 于是认识近十天就把婚给结了 比如事情这么顺 我也挺意外的 李某的杀妻计划第一步被他轻松拿下 而第二步就是给妻子买保险 李某在廖某面前掏出厚厚一叠 给他前妻买的保险 故意欺廖某 廖某一看 凭什么给前妻买 不给我买 于是这第二步 就在廖某的要求下 他自己主动完成了 廖某看到丈夫给自己买了四百万的巨额保险 感动得痛哭流涕 心想 这个老公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 没有之一 一个月之后 李某被这廖雪梅敲摸把授亿人 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前两步就这么轻松实现了 现在来到了第三步 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杀机 李某一想 自己动手肯定不行 倒是查出来肯定还是赔不了钱 于是他想到了周九伟 他也同意了 然后我说 那个提到 我说事成之后给他十万块钱 然后他说不要跟他提钱 这周九伟是傻子吗 会帮李某干这种掉脑袋的事 这是我打个比方 让你听一下 假如咱俩同时上了战场 对吧 假如我发现那个枪子过来 我肯定会跑在前面 接下肯枪子 他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我自我感觉是这样 别人怎么认为 我不是呢 好家伙 周九伟可以替李某去死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虽然很难理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但周九伟确实是死心塌地的 帮李某去实现他的杀机计划 然后后面想到就是让 那个是雪楼去咯引他 于是周九伟搬到了李良家里 李良刻意制造机会 让好兄弟与妻子产生暧昧关系 一个月以后 周九伟与廖雪梅终于拔起了萝卜 眼见离自己的计划越来越近 李某兴奋不已 就在2013年5月1日 三人结伴来到公园里游玩 玩着玩着 李某发现湖边缺少了一处栏杆 李某突然想到一条妙境 他不会游泳玩 我是想到就是说 平时就是如果他对他 骑电动车下去就行了 然后他就离开就行了 其他什么事都不用走 离六月份还债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李某立刻买来电瓶车 让周九伟赶紧动手 案发当晚11点 周九伟与廖雪梅在公园里玩够之后 周九伟就骑着电瓶车 带着廖雪梅 从事先观察好的缺口冲进了湖里 落水之后 周九伟见廖雪梅还能站在水中 于是就奋力将他的头岸压进水里 直到廖雪梅溺水而亡 周九伟得手以后 李良便开始了他的表演 假装开车出去找妻子 假装痛哭流涕的保安 直到阴谋被粉碎 落入了灰灰阀网 李良的结局是一颗嘎崩萃的铜皮花生米 外加罚金五万 周九伟被判死刑 还两年执行 外加罚金三万 回顾本案 若不是死者廖雪梅的家人 打死不签字和一再坚持 恐怕李良的毒气还真让他给得逞了 想想都觉得后怕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关机 睡觉 晚安 晚安元宝们